我們熱烈歡迎全大家到 那Sony的事件等一下還會請Fiyoto再補充一些他看到的東西 好,那IT Home其實已經做明顯出了 就是說Sony事件它本身被攻擊 那裡面的資料全部被拿出來 而且拿出來的資料非常多 除了1.5T的資料以外 還有一大堆影片 例如說即將拍的還沒上映的 正在拍的,拍的被Cancel的 全部在我路上可以找到 那實在太大了,那我看一下大概15T到16T的都放棄了 因為雖然說那個未上市的影片比較好看 好,那所以我所做的地方還是在 他有一些資料的部分 還有呢,到底這是什麼作為 那這網路上有傳給我,還可以吸一下 好,那整個Sony的事件的話 你大概也看得出來 那大概從那個1624的時候 開始就有新聞出來說他被攻擊了 那再下去之後 那個GOP就是一個海客團體 他自己就出來承認 那而且呢,其實他在這個事件之前 他可以寫很多東西 因為要錢還要什麼都有 那再來呢,十月一號 AVI案進入調查 AVI案進入調查 第一天就說可能是北韓做的 那蠻厲害的 第一天進去什麼東西搞不去 什麼都知道是北韓的 那這時候我覺得蠻奇怪的 同一天 GOP他本身 洩漏了大概 二十六零事局 這邊的資料裡面 包含了一大堆個人資料 所以包括有員工 可能會向所謂的CEO 所謂的輸送 好,那再下去呢 在12月3號 那外交官先出來討論 這不是我們做的 同一個時間呢 那GOP又釋出了DAP資料 這裡面的資料就更精彩了 這裡面的資料 把所有Sony上上下 向對內、對外 任何可能會用的密碼 全部都洩漏出來 那真的很可怕 所以基本上我們再看一下 爆料的資料 這是網路上放到的 那當然大家最好不要去抓 因為呢 Sony本身 希望大家不要再上貨 所以呢我這東西看完之後 剪圖之後 我現在已經把它丟掉了 你有本來還想說 記一下帳號密碼 到底取得好不好 或怎麼樣 但是你可以看得蠻精彩的喔 他這邊有顯示出 非常非常多的 例如說Sony在YouTube用的 在E-mail用的 在什麼地方用的 AT本身改了什麼東西 投資者 本身投資股票 所有密碼 全部都是一個一個 你自己買 所以你每個點開 那個Sony本身 可能就一個大密碼不見 所以光是要改這些密碼 就改掉了 第二個比較奇怪的是 為什麼Sony這個管理 那這個東西 我們還不清楚 那當然爆料的資料 可能還有更多 例如說 這裡面的話 是所有聯絡人的資料 包括對面的對外的 所有資料都會狀況 同樣呢 這裡面就是一個一個目錄 那這一個一個目錄的話 看起來 好 有出問題了 好的 好 那看起來這一邊的話 就是目前知道的 包括財務部門 包括人事部門 包括製片部門 包括製片部門 全部的資料外洩 從我們現在爆料資料 可以看 大概哪幾個單位 怎麼受害 好 那再來呢 這邊的話 大概就是9號的時候 反正官方 剛剛是外交部 剛剛是外交官 應該是北方方 出來否認 再來 10月17號 Sony決定取消所謂的供應 那取消完之後 那MBI就會緊張的 你可以趕快跳出來說 欸 一定是北韓做的 因為不然的話 可能那個事件就被遮起來 就被失業 好 那再來呢 從19號開始 MBI公布 正式宣稱北韓有做意外 很多人就開始在問 到底是不是北韓做的 當然 有一批愛國人士 就要求 美國一定要制裁 所以23號的時候 北韓的網路就當光了 他有9個小時 連過去去 インターネット上面 好 那嚴厲不平 那當然合理推薦是 北韓的電力本身 系統是不好 因為我最近在看他們 北韓的IP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網路 是斷斷續續的 他網路其實是非常的不好 好 那24號的時候 Sony就還回了 宣布炮飛物工業 所以聖誕節的時候 就有多人去看 好 那看完之後 大家也很失望 因為這片子拍的不是很好 那1月2號的時候 那個 美國正式宣布 對北韓系列部分的經濟資產 那大概這個是整個的新聞世界 那再來呢 這邊的話 我就要幫Sony講些好話 大家可能會想說 Sony這麼大的公司 為什麼資產做這麼大的 事實上 如果說你從外系列的財物代表 其實Sony花了非常多錢 在做他的資訊安全 決定是 光是保險 這邊大概就保了大概 快兩億美金 這麼多的所謂的險 這些險是保護他們的個資 保護駭客被入去 保護他們的符合法規 這些東西 那當然還不只 他們本身還做了很多 所謂的風險明件 而且呢 每個部門還有分所謂資安等級 哪些部門應該優先採購什麼東西 全部在財務辦公司 沒有看到 所以對我個人也認為 Sony是蠻負責的一個 資安公司 蠻負責的一個公司 他真的花很多錢在上面 那當然我覺得 他有一個情況是 他晃了 當被害客攻擊之後 他本身的因應 可能不好 這我們等一下後面可以解討一下 好 那順便幫Sony說一下的話 因為聽說有Sony的人會來聽 有沒有關係 好 那再來呢 我們開始從官方所公佈的 這是MBI跟美國社公佈的 就攻擊Sony的惡意決策這麼多 因為事實上 真正去內部幫Sony查的公司 沒有幾家 好 那所以呢像我的話 從網路上很努力的收 根本很有藥 大部分都會跟他講 NDA NDA 所以我的藥道 有些程式的形態就不太對 好 再來呢 黑色的部位是MBI公佈的 MBI是我們自己研究 從惡意層次裡面可以找到的IP 黃色的部位是MBI公佈的 所以整個加起來 目前在我們上 這麼多IP 但是黃色的部位 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因為我們沒有拿到其他的惡意層次 再來呢 很多人的關係 到底是誰做的 因為有人執政 這個一定是所謂的北韓做 那我們來看 第一個宣稱做的是GOP 就是這個駭客組織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就回想一下 去年3.60 韓國也有網軍攻擊亞 所以呢 可能是那個 Who is 這個駭客到底做的 當然這個跟北韓有點連結 再來 有些人想說 API指揮說 一定是 政政院自己來做的 好 北韓自己來做的 那當然 這裡後續有的是 南韓電場 南韓電場 叫布布安 上面叫布伊斯 右邊這風好像比較像一邊 左邊這看起來都 不如不類的樣子 當然 最有意的爆料 最有意的最嚴重 看起來最像事實 就是所謂的 是不是內部的資源 攻擊萬物的海溝 那這個有公司自己出來 宣布這一個 好 那我們就嘗試來分析一下 第一個 API一直說 這個是北韓做的 所以他舉了好幾個證據 譬如說證據 那他的證據 沒有用任何技術方法 他用什麼來講 第一個 他本身的那個 殺掉應援行為 也是一樣的 再來呢 他本身攻擊的手法 跟散任類似 然後他說 他們可能有時候 有看到一些北韓的IP 過來流 這是API的論點 那這個論點 其實很多資産專家 慢慢越來越受不了 其實經歷來就有點困難 就跟我們去年聽到什麼 八聲一次那個東西 數字一聽就覺得鬼 所以呢 這位先生 他本身 不是API的員工 但是他曾經獲得API最佳 那個所謂的案件指導獎 這是API本身 員工才會有 他本身也拿到了 好 那他拿到這個東西以後 那所以呢 他在去年的12月20 公開出來講 他說 我實在看不下去了 我真的沒辦法把API講話 他覺得API應該是 那個 講錯了 好 那就是那個 第一個資産專家跳出來的 而且跟API有關係 那後續還很多 大概我在網路上 大概目前 已經有上一百個資産專家 昨天已經有所謂的 然後寫所謂的那個 爆料信 給白宮 白宮已經收起來了 所以呢 路路區域的API 會被迫釋出更多的證據 好 那這是我們在裡面 第二個部分 這個NORS1 NORS1是一家公司 那他們宣稱他們是 最早去調查收入案件的 那他們的CTO 跟後面的CEO 都公開在美國接受 新聞的官法 他們證實 他這個東西 不是所謂的被他所謂 而是內部員工所謂的 當然他本身也沒有釋出所謂的 有技術的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還沒辦法見面 再來呢 網路上又有人爆料 他說 我在某個地方 看到這兩張圖 那這兩張圖 大家注意一下時間 就是 220 這個是所謂的 10點 就是晚上10點7分 然後 裡面的資料 剛好就是被洩漏的資料 那一直摳 摳到第二天的清晨 1點3分 大概經過4小時到5小時 那總共多了多少資料 大概200區左右 那大家把它處理一下 觀賞一下 剛好就是 1212.0的數量 好 那說 這東西根本是內部的人 摳一摳摳出來 這個也是1點4 因為外洩的資料 真的很大 外洩的資料 除了我剛剛講的 1.5T的資料 還有15T到20T的影片 這麼多資料 你從網際網路 慢慢搬 到底要搬多久 然後第二個搬的時候 員工不會覺得 幾塊幅度很慢嗎 那像這個東西 都是1點質疑 這資料怎麼出去 這麼大量的資料 好 那再來呢 就有一個 所謂的 一群資產專家 他們宣稱 AVI獎才是對的 所以他 release了這個東西 大家出去看 我們剛剛release了 只有到所謂 賽普路斯而已 AIO到美國 前面的 那這都是AVI公佈 給全世界 可以看到的 但是AVI還要公佈一些 給他所謂的 trust member 這個稱為 TMP 那這東西 我們是看不到的 那所以呢 他們卻就讓我們看到 那因為 有些人在講 看到那一道理的證據 他就把它列出來 說 你看API真的有證據啊 下面真的是北韓嗎 那大家可以看 真的是北韓嗎 那這樣是我要講的 那真的是這樣嗎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第一個想法就是 這些IP好怪 為什麼 跟我知道北韓的 北韓的官方IP 總共有四個克拉斯C 第一 三個克拉斯C 都要175來以後 一個克拉斯C 不登記 登記在大陸名下 他跟中國大陸借 20 那個時候126 那你有一段克拉斯C 總共四個克拉斯C 那剩下的可能都是 譬如說他出用或其他 不知道 至少你要確定 他真的是北韓過來的IP 所以我就四個克拉斯C 這個是首爾 這個是南韓 那這個也是 那這個也是 那全部都是 那為什麼他說是北韓呢 我想說 他該不會是晚上 那個文字反光 那個KR跟KP 差一線 不然就看錯了 這網路上的問題 有人說 他們應該是看錯 因為某個資產公司 叫出去的報告 你明顯KR 就出去被你KP 好 那這東西的話就是 那真的 他如果是API的隊友的話 那我會講說 那可能他選錯隊友 你看他加碼爆量 說這個真的是 API宣稱的隊 結果出現 完全不一樣的結論 那當然這個網站 很奇怪 你可以裡面上去看 他北韓多爾都奇怪的爆料 那這個也是從中之一 好 所以我剛剛把整個小道消息 那跟大家分析 再來呢 剩下的是我自己 各位觀察 就基本上我們要處理二一則事 要做分析啊 其實通常 如果是真正的網軍的話 他很少說攻擊成功 攻擊之前就先勒索金錢 攻擊之後又把資料到處散播 大部分的網軍 如果東西攻擊完之後 只能往後送 東西送完之後 就被國家基因根本輸不來 不可能像這樣到處 炮頭露燃 就丟那麼多 那這是比較奇怪的 那這是一個感覺 就是不太死 第二個其實紀錄程式真的差很多 因為AMBI是說這一次的攻擊 它的技術 跟320的本來 技術完全不一樣 或者是很類似 都是把硬碟消耗 那硬碟消耗技術很多種 去年320的時候 它一個單一城市 就可以做到一大堆事情 而且呢 這些二一城市 不會回緣 好 雖然我們那些城市 不會回緣 但是我們這一次有看到 它這一次二一城市 其實是會回緣的 而且呢 這一次二一城市 它沒辦法直接對硬碟做複習 它還要透過第三方 一個人家商業的一個驅動層次 才能把它的硬碟做複習 這東西其實幾乎層次就差很多 因為你可以做到 直接穿過Windows去做複習 或者是你本身可以 例如說到所謂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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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獨立去嫌棄 層次差很多 所以看起來就會有效 那第三個 這城市碼 本身通常是我們會掌握的 你要注意看 沙漢魚事件 它會掌那個所謂的 世紀帝國兩個遊戲的名稱 再來 等下南韓的世界 它也會掌握會敗 好 那但是這一次它掌什麼 掌A 這個東西看起來就不太像 因為掌的可能會 二城會有意義 其實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你當兵的話 通常蠻苦悶的 蠻苦悶的 蠻苦悶的 你也就在很多地方做一個小營隊 這些小營隊 過多或少 就反而在城市碼 就能看到 好 那再來 城市碼片段 我們在也沒有看到比較相同的東西 看起來感覺上 這人血也不一樣 當然有偷偷跟我講 會不會那些 那個北韓的網軍 然後 都去勞改 所以新來的 資深都去勞改 所以 來的都是新手 當然也有可能 這個馬來真是 好 再來呢 好 再來呢 我們通常會從二一城市裡面 看看有沒有一場之川 這一次我們看到 但是去年三一零世界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三一零那些二一城市的話 我們來回味一下 好 基本上這一段 就是我們從二一城市裡面 有看到的 他這個二一城市做 艾亞西文化的時候做的事情 好 大多人看完之後 就會感覺到 WO等等等等 一個密碼 好 努力的 你把解體字的拼音輸入法拿出來 我們就開始拼了 WO 我 D E HL 好 P MG 紅 好 我的好 朋友 那這東西我們那時候查了很多 那查了很多 當然就有臨到一些關聯系 去年320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 那個東西其實是 南韓 就是因為北韓的軍隊 到大陸去受訓的時候 聯合一起發展出的城市 那他為了顯示 就是說 北韓朋友為了顯示跟大陸朋友友好 所以密碼固群這樣子 是我會輸中文的喔 好 那結果就寫到城市裡面就被抓包了 好 那是去年的事情 那像這東西 其實很多都是有機可取的 我們就要想辦法再找回來 但這一次我們真的找出來都很奇怪 好 那二一行為分析的話 基本上是兩大支 一大支是供給社會的 一大支是供給客賴 那這個東西主要是供給社會 那他供給社會的這一邊的話 這一支城市進去之後 那怎麼樣管道進去才會知道 可能透過攝像工程 可能透過一堆聲音 這個我們現在看不到 那但是 當這個東西之後 一中講 那他本子就會分成兩支 左邊這個東西是二一城市 右邊也是一個合法的網路 可以找得到的驅動程式 就是專門做所謂的 跟低接引擎溝通的驅動程式 那這一支城市 二一城市其實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本身一執行的時候 就會從自己城市內部 抓一大堆收益內部的帳號密碼出來 也不要是一大堆帳號密碼 才會被偷了 然後被含在這個二一城市裡面 那除了這個以外 再下去 他就開始去掃整個網路 用剛剛的帳號密碼 另一個串 串成功之後 就把硬碟開全世界的飛翔 當成內部 那全部開完之後 他方便他到時候 攻擊的時候 整個內部網路一起動作 一直把全部的東西殺到光 好 那這支的話 就是所謂的做破壞動作 其實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 他這個破壞動作之前 還要先回去問問駭客 問問看我可不可以動作呢 然後再來呢 這裡就有說 到底要掉出什麼樣的程式 掉出什麼樣的程式 最後呢 當駭客重點端 下一個命令 要刪除 他才全部刪除 好 那最後這一邊 他還會把 Microsoft的本身 Emovation Storage 這一個所謂的儲存 備份設備 把這個機制把它停掉 好 因為停掉完之後 就不用備了 那殺完之後 很多東西就直接殺光了 大家有沒有講過 一個硬碟你把它殺完 殺完之後 他全部再把殺過的再備回去 那你備回去的東西出去 我們會看到汪汪的 就沒有 也備份伺服器 都掛了 好 那第二個是 宮崎柯南 那宮崎柯南的話 他本身這次就比較慘一點 他本身一進來之後 在中間的時候 他就開始分裂 下面一分裂 包括有一個Campus 這一個程式 就是負責把那個 所謂的那個 賣咖啡的防毒殺量 好 然後呢 中間一樣有 沙印的驅動程式 這樣 他要秀一個圖 這個圖 最後一點殺光之後 會把這個圖 貼在你的螢幕上 所以你回來你的電腦 看到就是一個 這樣的圖片 那如果說你重新開機 就什麼都沒有 好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 比較二一層式 那這個二一層式 他本身 他真的會把 例如說剛剛分裂 分裂完之後 他就把你咖啡的 這些女生 好 所以呢 你咖啡自己都不見 那不見完之後 他就可以做完事 那這邊順便透露一下 很多汉客會這樣做 特別是很多網軍的行為 他一進來 先把防毒停掉 停掉之後 放二一層式 二一層式放完之後 再把防毒打開 那這時候你的防毒 剛剛是在所謂昏倒的狀況下 所以呢 他後面他就看不到 所以二一層式再執行 跟防毒就可以併存 而且併存之後 那個防毒 這一防毒難題 還會把現代 process 全部當成白名單 所以以後有種 這是一個很好的技巧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只要防毒有 不正常停掉 其實是要去查 好 那這是裡面的部分 那比如說 是不是 我跟我們補充一下 你這邊所看到的一些 視訊 我是沒有做Base Time 不過 這個問題 我聲音也大概 看了一下 那 基本上是 我覺得可以去認 百分之百 這不是悲函 然後 然後 三個禮拜 其實那個 美國的FBI 就說 他們會公佈 打的 一些 indicator 然後 就是一些條件 為什麽 他們認為這個是 悲函做 可是 後來公佈以後 其實 變化也不大 因為他就說 他們炸大的IP 其中幾個都是 North Korea的 那他們覺得 為什麽是North Korea 就是 因為這些IP 他覺得都是一些 政府的IP 而且 在北韓 Internet Access 可以說得很緊 所以 一般人都也不能 髒網 所以他覺得這個 肯定 可以保證是 North Korea的政府 可是 事實上是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反過來 是 那些幾個IP 應該是當挑版 然後那些幾個IP 其實 都是登記在 大陸的register 或者 應該是大陸的register下 那另外一個是 就是剛秀那個 Sony attributed to 那個網站 我覺得那個網站 其實也很妙 因為你如果 大概連連續幾天 會觀察那個網站 他其實會 每幾天 他的story 都會改 因為 我自己也有觀察過 這個 最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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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都是North Korea 過幾天以後 他會發 IP address 都會進行新的IP address 那 下面的國家 他會改成North Korea 他會改成China 那上面 他會說 這個應該是Chinese criminal group 所以我覺得 其實這個網站 拿到這邊 也有點搞分 那 我覺得 直接的條件 就是 有一些 所有的certificate 被 被投送 那你如果 在ワルソ島 猜一下 我自己看過 是其實 一次在 ワルソ島 出現的一些Binary 被Sony 的那個 cdpns 是去年 7月之後 就有 那後來你會看到 同一個Binary 同一個國人的Binary 是中心被recompa 然後它的Locale 是 Core Underscore Keyar MenglishLocale 是Core Underscore 可是 可是 後來是那個MBI 也是拿來這個東西說 欸 Locale 是那個 Keyar 應該是這個 就是北韓 可是事實上是 Core Underscore 是在南韓用的 那北韓用的 他們有 所以其實 一個是 MBI 所有拿出來的 那些證據 都是 都是 不正行的 都是 完全是 那第二個東西是 那第二個東西是 以這個 那個量的速度 來說 是 我覺得 北韓的 網絡 其實打到時候 我就 不可能 這麼做 那第三個東西 我覺得目前是沒有人在看 可是我覺得這個 也是蠻有趣 如果是 收集那些 GOP 破過的那些 文件 然後你分析那個 language 那些language 那些language 因為我在那裡 其實已經 我是第19年的那個 博士生 所以 我 這幾年我都是 搬東西 留有些 然後我覺得 亞洲人 寫英文 都是有一些 很特別的 grandma 的那個 那 我看那些 那些 那些 我覺得 我感覺是 不是 亞洲人寫的 而且我覺得 算是他的 英文寫的 很奇怪 可是你想想看 好像是有沒有很明確 那種 文化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那個是 肯定是有人想 假裝他的 英文不熟 可是因為 他的 母語還是英文 所以他 也農不出來 一個很 很不正確的英文 所以 英文的 都很正確 他用那些 article 都是很正確 所以我覺得 那個肯定是 我自己的想法 是有 只有兩個 可能性 一個是 insider 那所謂的 insider 是因為去年 2012 2013 但 Sony 其實 類家蠻多人 包括他的 IT的部門 是發揮很多 那我覺得 其中一個可能性 就是 裡面出來的一些東西 覺得 要把他不說 第二個東西 可能是 一個group 他們就 開掉了Sony以後 也要做blackmail 那Sony blackmail 就 blackmail不成 他就覺得 把那些資料 公開發 然後 讓他受害 那第三個東西 為什麼 我覺得Sony 這個事情 一出來以後 Sony馬上覺得 誒 這個事已經是北韓 因為Sony的 securety officer 他是以前 是美國的 那個 Hona security 的一個 主打 然後 我覺得 有一個人在網路線 美國這幾年 都是 他不會 某一個危機 浪費 但是有出現 比如說 Syria的 滑雪 攻擊的那些危機 美國就說 那肯定是依賴 或者肯定是 那個阿山 那這次我覺得 那個History 也是很類似 那就 看到有一個 不錯的opportunity 那我們就拿來 這個opportunity 來攻擊北韓 我覺得 今天就這樣 好 感謝Fioto 那 各位新聞媒體 如果說 你要寫百分之百 不是北韓做人 要記得的是 我們Fioto專家做人 因為他看到 跟我們看到幾個類似 因為大部分資產專家 其實你從 他的新聞飛機 其實就覺得很奇怪 大家可以回去找一下 整個API上面 所公布的東西 跟你所達到的 S是樣的 其實一比對 就真的差很多 好 那實際有限 第二部分呢 是南韓電廠 那南韓電廠的話 當然我要是引用 IDO報告 因為IDO報告 已經把所有事情講完 好 那包括他本身的 那KHAP 那KHAP 其實始終完之後 發現這個IPIP 可能是大陸體 那背後可能是這樣 好 那再來的話 他本身已經洩漏很多 那我今天沒有修 已經在我的電腦裡面 因為他沒有說不能修 所以我都抓下來 平面圖 操作手冊 那些都看不太懂 感覺上沒什麼用 那後來我去問人 他說那個冷卻 冷卻系統很重要 因為你只要 從他藍體裡面做個手腳 到時候核電廠就不能冷卻 然後就爆掉了 那第三個 就是這邊 南韓調製 就調查還有KHAP自己內部調查 他發現 這東西是透過BPM再過來 而且IP大會再生產 二幾個 但是很不幸的 我們沒有換IP 好 那 我下面講的這東西 就是從這個很辛苦的Google翻譯 因為說真的 這些東西真的很難看 看到就成這樣子 然後你把翻譯中文之後 完全不對勁 那到底A跟B是什麼順序交換 那還好 還有一些韓國朋友翻譯中文 那所以 幫我把這個釐清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 專門做爆料 因為這個 傳說是 害客自己三萬人 根據這些資訊 慢慢整理出來 那當然還有一大堆就是Google 因為從Google 我們要釐清 到底誰講真話 誰講假話 有沒有證據可以支持 好 那 所以我這邊就 第二處的這樣資訊 一個時間表 例如說 像我從那個二一層 就是我馬到二一層市 這個是一個Word的二一層市 那韓國本身是用所謂的HWP 這樣跟Office相容的一個輸出維繫 那HWP其實蠻麻煩的 它漏洞很多 但是呢 它漏洞是被爆出之後 都沒有行為一變好 所以你也是 我剛剛跟別人講說 要講兩個漏洞 都沒有變好 說去年跟他可以 今天跟他可以 剛剛搞一組 到底是哪個漏洞 好 那我發現這一個二一 這個二一的文件 11月28號他們就做好了 然後呢 這個沒有寫 12月9號的時候 又重新包裝一次 又重新測試 又重新測試 因為Word的 你按右鍵都可以看到 什麼時候被最後修改 什麼時候建立 好 那再來呢 12月9號 清晨就開始計 計了大概十幾個小時 那總共計了 五千九百八十公 真的很明天氣 那這大概是六種 六種類 計了這麼多 計給三千五百七十一個人 佔了整個核電廠的三分之一的空 計得蠻兇的 那表示核電廠的那個 所有人的Email 大部分人都要害的都知道 好 再來呢 大概 計完之後下午 都不上班了 所以第二天 一直到十一點 再來真的去點 好 那點完之後 結果二一城市就被觸發 觸發完之後 那個核電廠內部 就有看到二一連線 好 那為什麼看到二一連線 因為外網內網 其實是不相互 好 那所以你有 幾萬一連線在裡面的時候 他就會再撿到了 那再來呢 過了五天之後 那個駭客就在南台的最大部落格 我們在污區 那段旁邊 好 結果MV亞這個部落格 就開始撿到 那駭客那天的忙 他基本上 在那邊 就建立帳號 然後Facebook 建立帳號 然後再來就是 他部落格開始發文 那一邊 一開始測試 再公佈員工資料 然後看 就勒索金錢 然後再來就是 確診有機密資料 然後再來就是 泡沫外報 那我覺得他時候太擠了 8點在其他勒索 8點40分 就宣傳機密資料 那這樣子的話 很多人可能就比較上費 那所以呢 這邊就下去 那再來呢 Twitter 大概第三號開始撿資料 那全部的資料 丟完之後 那南韓政府其實動了蠻快的 那23號的時候 就已經進入調查 然後總統委員會決定 因為泰克宣稱 如果說你26號 不關這三個會議場的話 我們就要敬意 明鏡公開 結果呢 他這一邊本身 他們就開會 後來局議不關 那所有消毒彈力 萬一真的爆的話 大家都可能很好 好 好 不好意思 因為他上了我們之後就會跌出來 那再來的話 26號剛好又有三個人就不小心掛掉 所以大家一直在環市民一樣 那還好不是 那28號的話 NK全民自己就 自己宣布他的調查 總共有170元資料外線 那很可惜網路上只要六件 好 那這個是214的列表 就是網路上有個狀況是214 那上面這些 Word 你把它如果用那個 用那個行為系統去打開的話 他就會調出一個WSSDAL 這個DAL 214就會有一個優點 好 那所以這一點 後來的攻擊力就是 基本上 他也可以是透過這三個地方 包括我們生涯 總共20幾個IP 還有包括我們日本 那從這邊 他就直接 用這些IP記念 直接寄到外部網路 讓外部的人收到 外部人收到 有人點的時候 因為內容不想點 所以目前我找到的資料 他們說內部有發現 USV1 那跟著我們有關 還不知道 但至少 內外網 他是十分可以的 但是問題是 內部的資料 真的要被偷 被偷完之後 漢客就很努力的 把這些資料 先把它丟到 或者到內容 丟完之後呢 他本身 用很辛苦的 去把三家VPN的 那個系統 把它衍量 攻擊成功 攻擊完之後 用VPN 然後帶到 Facebook Twitter 去散布連結 等等 上去這三個地方 看到連結 按下去之後 就可以找資料 我就是根據這個東西 去找你 那 大家會不會覺得 怪怪的 他攻擊的時候 不到到 散布前幾個時候 才到不到 那這問題在哪裡 你有覺得 這駭客 沒有想到很清楚 或者說 這個是兩組的 好 好 那這種東西 就蠻奇怪的 好 那再來呢 那個 開始就有爆料 因為 南韓的一些駭客組織 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就去 因為他們也不有IP 像我找不到IP 他們就直接給他打進去 打到這台機器裡面 這個叫醬 這個是駭客的電腦 重機站 他們就把他打進去 還會有一個 但是在有一個 IP在審揚 但是呢 你連上去都在駭客 好 那連完之後 密碼還是要拆 因為呢 這一個 JOHN他的密碼是1020 所以你就用 JOHN1020 去去認 那進去之後 就可以看到東西 那為什麼叫1020 不知道 因為他的系統 是因為 海客很喜歡取得 這個你在Google 可以找一下 這一個 海客攻擊過不少人 當然有可能是貓 好 好 那再來呢 這一個是所謂的 惡意的監獄 讓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他都水管 所以 不知道什麼意思 但是 但是我測試的時候 點亮器還蠻很多事情 他這個 就是這個攻擊手 設計得非常非常地漂亮 你完全沒有感覺 按兩條之後 馬上文章就出來了 你完全不會感到 對你的臉 你會有痛 但是惡意的事已經在 在電線 然後在辦資料 然後再來過了不久 你的臉部就好 好 那這個是所謂的 那個 那個 歐盟的 歐盟的 所謂的核電廠的 那個 資料 好 那再來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 按右鍵的話 可以看 這個文件是降設計的 時間 就是 所謂的 201411月28 就貼出來 回時間 好 再來呢 當你硬碟被保陪的時候 這從惡意城市裡面看到 惡意城市裡面看到 惡意城市裡面就有寫 它這東西會填在你硬碟的 每一個硬碟 填完之後 它會貼在你裡面 可以講 事情做來 當你看到這東西的話 其實你就不會放假了 因為硬碟啊 你會拐包的 你會拐包的 裡面全部都是 整個硬碟的 那這個是他 在這個韓國部落府說 後的東西 那這個是一張圖 所以我很難翻譯 大家自己看一看 那所以 這二層的攻擊 實在是很單純的 設計的 設計的有些筆記 集完之後 那這個攻擊 中間就是一個 WAPP 就是衛檔 那衛檔 那衛檔也就 二層就掉出來 掉出來就直接 鴿沛的硬碟 時間到 時間到 就鴿沛的硬碟 不這樣 那所以呢 這裡面是不是 還有其他程式 有沒有看到 因為裡面應該還有 網外傳的 那網外傳的這東西 在網路是看不到 好 那 HWP 你怎麼分析 因為HWP 你要分析的話 其實你可以找 或者叫HWP PROC 這樣一個套件 派送手套件 那因為 我會分析的過程 就發現 它是持續有BUG 所以我跟這個 那個做人去聊天 所以如果你上去看 會看到我的名字 你就假設要忘記 好 對 因為我剛剛考慮說 它上面寫的不對 應該要把那些地方 可能要改 那這裡二層的突然 二層的突然 Section 1 Section 1 如果再把它揭開 就是 我用這二層的密集 把它揭開之後 它裡面就有一大堆 這種可視 它可視裡面 有一個叫POMATUTE TEST 這一個欄位 長度 你可以注意塞一個 很奇怪的 塞完之後 可能就一個地方 那就攻擊的功能 好 那所以整個攻擊的部分 最後時間超過五分鐘 我盡量這樣 三分鐘 好 那企業到底要 如何因應這一類 因為其實大家會想說 這東西其實 攻擊看起來都是很特殊的 或者說這攻擊都大量 所以大家保持一個觀念 你以前花大體檔 前面其實還不夠 事實上呢 你可能要想 當真的駭客進來之後 你要怎麼辦 你可不可以 比較少的時間 去找到他 好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 我們希望 你不要關緊網絡 因為拖得越久 駭客在拎摸得越久 我們都發現 常常讓駭客 往往更輕輕 怎麼會這樣 每次往往加工 每次講說 網路不通 結果我們側通的 因為駭客就這樣做 你介紹的寫 這個不通 好 印下來看起來是不通 如果去測試機車的時候 網路價都全部通 3389度 跨跨板 可以從這跨跨板 好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 應該要專職的 所謂的IRM 我們發現大部分的IRM都堅持 堅持的 他哪有時間去吸收新資 沒有吸收新資 他今天看到的物體 他怎麼可能也想到 他不應該可能是這個問題 那如果沒有的話 仰賴一些設備 其實也不夠 因為 這個東西現在已經 不是說 仰賴斷菸的 你別人 你要想辦法一起 最後一個 你基本上 有一個新的科技 是給幫幫的 那這個的話 我們要講個故事 這五個是 是我自己發表的 桌椅小牆書 好 當然 這個什麼意思呢 基本上 當你的價位掃地的時候 很快進 很進 你有沒有想過 把桌椅板開會怎麼樣 馬上啊 那個小牆啊 支柱啊 全部都把桌了 所以呢 企業差不多 企業的政府網路 你每天在運作的時候 你覺得奇怪 這看起來都很正常啊 會不會什麼事情啊 你有沒有想過 你把某個SERVER的IP 改到另外的SERVER的IP去 然後 跟所有人講 講完之後 第二天你要看 到底有誰 又連雲來的 你會發現 有好幾個都是駭駭 因為駭駭知道你改了 所以駭駭每天 早上跟著你上班之後 就很正常的駭駭 都可以 都可以失敗 因為我們覺得 今天真的是用的 只是 這個東西 在舊的科技裡面 你的Router Switch 這個網路 天生的架構 其實架構跟改 是非常非常難的 那如果說 你用SERVER這個 新的科技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網路架構可以隨時改 因為已經一切在應急的一些智慧 那這東西 你不要參考 好 因為時間到過了多難的意思 那我們現在講到這邊 謝謝